今天是3月14號星期四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30分 昨天晚上的台子夜盤 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小跌了45點左右 美股市他指出 也是持續在高漲震盪 那我知道說 現在大家最想問的 一定就是2萬點 嘛 是不是 2萬點到底是不是天險 煩不煩啊 每次只要點到2萬點 中小型股就大跌 中小型股就跌翻 你去看喔 上禮拜五的情況 跟昨天又是一模一樣 點到2萬點 中小型股大跌 昨天又來了 點到2萬點 中小型股就大跌 所以很多人就說 2萬點魔咒 2萬點根本就上不去 這是一個天險 那我跟大家說 其實就像我講的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跟大家說 在未來2萬點會是常態 因為畢竟說 這個心理關卡壓力比較大 稍微讓他去做一點震盪 消化賣壓這些很正常 那你說如果說 這一段行情真的要結束 其實很簡單 就看兩個指標就好 等一下會來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整體格局 絕對是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在大盤2萬點 大方向沒問題 回歸到操作面 怎麼做 那就像我講的 我們一定是朝向低位階的 因為在2萬點 什麼股票會漲 當然就是位階 相對齊大盤還要低的 還有就是說 00940 00940 竟然真的非常的熱 這是有點熱到太誇張了 你說00940裡面有什麼成分股 還可以去切入 我們昨天一大早就告訴大家 神機 是不是 神機一講完 昨天開盤大漲8% 你知道昨天下跌加速幾家 昨天下跌加速高達1305家 1305家 昨天早上一大早告訴大家 神機 神機漲了8% 所以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說 整個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就是說00940一定可以認 那裡面有哪些股票 成分股可以去買 等一下再來告訴大家 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美股市場指數 來去看 其實說 目前都是在高檔橫盤整理 整體格局都是非常強勢 你光是去看昨天的CPI就好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這一根下影線 這一根下影線就是CPI CPI開出來它是高於市場預期 結果稍微反映一下 馬上就拉上去 非常強勢 S&P500也是啊 持續高檔橫盤整理 這些都是非常強勢的格局 拉斯大克也是 高檔橫盤整理 費半 費半因為說它之前漲得也比較快 所以高檔橫盤的幅度 比較區間比較大一點 這些都是合理現象 非常的強 所以我覺得說 以台股來講 台股2萬點一定是早晚都要站上去 只是畢竟說2萬點是一個 非常大的心理關卡 它需要時間去消化 你去看 你去看日經就知道 日經也是啊 你說 日經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沒有問題啊 日本股市 外資資金 應該說全球的資金 不斷在進場 那只是說遇到4萬點 這樣子 心理關卡 也是會拉回來 稍微去做修正 所以這個趨勢沒有問題 拉回來一定都是 一定都是好的切入點 那我跟大家說其實 在2萬點 你說2萬點到底是不是天險 到底是不是一個 即將要反轉 就注意兩個訊號 我跟你說 只要這兩個訊號沒有出現以前 趨勢都沒有改變 趨勢真的都沒有改變 這兩個訊號 就是說大家要先知道 在2024它是成長年 我們從去年底就講了嘛 它是一個成長的年度 那在成長年裡面 主要的漲勢 它是由個股的獲利所帶出來 企業獲利提升所帶出來的漲勢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說這個行情到底要結束了沒 你不要用主觀的想法 你不要2萬點很高要結束了 不要用這種主觀的想法 應該是說 推升這一波指數上去的動能 結束了沒有 動能是什麼 企業獲利嘛 企業獲利如果沒辦法持續成長 這個行情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說企業獲利有辦法持續成長 那我跟你講 這行情一定還會再上 因為這就是成長型的多頭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說企業獲利 還有沒有辦法成長 兩個重點 兩個指標 你就注意這兩件事就好 你其他的事情你都不要管 技術面什麼你都不要管 因為就像我講的 總金面會帶技術面 基本面會帶技術面 絕對不是說技術面轉強 總金就變好 技術面轉強基本面就變好 沒有這回事 是總金好 基本面好 技術面會帶著轉強 所以就記住這兩件事 現在的行情反轉條件 企業獲利無法持續 那什麼情況下會無法持續成長 第一聯儲會不降息 第二 AI停止發展 在這兩件事出現以前 我跟你講行情絕對不會結束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說聯儲會如果不降息 會怎麼樣 因為說其實現在很多的企業 都在反應聯儲會降息後的狀況 如果說聯儲會不降息 企業的獲利 企業借貸成本沒辦法壓下來 那企業借貸成本居高不下 毛利率就拉不起來 毛利率拉不起來 獲利就沒辦法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如果說聯儲會到最後 真的真的沒有降息 那企業獲利可能真的會沒有辦法 開出比較大的成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因為說現在你去看 偽創廣達等等的 所有的個股 所有的電子股 主要的營收來源 爆發來源靠什麼 靠的就是AI 沒有錯 揮達 美超委 超委 安某 全部靠的都是AI 所以只要說AI持續發展 這些個股的獲利一定會持續成長 所以這兩件事你去想 聯儲會有可能在景點不降息嗎 我跟你講如果聯儲會在今年不降息 除非拜登不選 拜登如果說真的想要去跟川普拼 他一定得降息 現在民調這麼差怎麼辦 只能去降息啊 降息是最有感覺的 算是說一個政策 一定得去降息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說經濟到底怎麼樣 而是說如果真的要去拼選情 他就需要降息 所以我跟你講降息基本上是勢在必行 那AI就更不用講了嘛 誰會說現在AI發展到盡頭了 不可能嘛 就像我講的 我知道大家都相信AI 我知道你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AI不過就是剛開始而已 不要說什麼高原期 現在就是剛剛好萌芽要進入這個 成熟的應用階段 所以這兩件事基本上發生的機率非常非常低 那在沒有發生之前 我跟你講 行情都是持續看好 那只是說回歸到操作面怎麼做 就像我講的 所以大主軸有了嘛 大主軸就是在這兩件事出來之前 行情都不會反轉 那回歸到操作面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兩萬點你覺得很高 這沒有錯人資長期 那你不要去買兩萬點的股票嘛 我們去買位階還在一萬五千點的股票 這不就沒事了嗎 風險低利潤空間又大 你看喔 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像右下角的QR Code 包含00940 你說你不知道怎麼買 要買多少 或是說裡面的成分股有哪些可以買 我在裡面都有講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尤其是說很多人說 我現在940到底可以買多少 或是說裡面到底 如果我單純想去買成分股怎麼買 裡面都有 大家自己加入去看 你去看喔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不論說法人還是說大戶 主力 外資 再看一檔股票的評價很簡單 股價一定是本益比成為未來預估獲利 我跟你說 幾乎每一間投資機構 都是用這樣再看一檔股票的評價 不論說華爾街 本土投資機構 包含我之前待的開發金 全部都是用這樣子的邏輯 之前我們在自營部也是一樣 本益比成為未來預估獲利 只要說其中一項上調 股價空間就會變大 這很重要 未來預估獲利上調 或是說本益比上調 股價空間就會變大 所以你看喔 這就像我講的嘛 加權指數現在的本益比 因為說現在大約是2萬點 2萬點的本益比大約在22倍左右 大約是在22倍 那台股在15000點左右 本益比大約是落在15倍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如果說我們現在去買 一檔本益比只有15倍的股票 我們等於是回到台股 在15000點的位置在買股票 這有多開心啊 這感覺就像什麼 就像做了時光機 現在台股明明是2萬點 我們卻回到了15000點在買股票 這不是很好嗎 風險低利潤又大 這不是隨便說說喔 你去看 我們近期跟大家講的 每一檔股票都是這樣子的概念 我就跟大家說了嘛 2萬點你覺得高 沒有問題 人資長期 你不要去買2萬點的股票嘛 買未接還在15000點的股票 怎麼會有台股太高的問題 升機 有沒有 3005的升機 我們在本週就跟大家講 00940裡面 成分股位階最低的其中一檔 就叫做升機 2020是預估要賺7到8 預估賺7到8 本益比只有15倍 本益比只有15倍 相當於台股在哪裡 相當於台股還在15000點的位置 15000點的位置 你覺得不會漲嗎 昨天有沒有 創歷史新高 138元 歷史新高 大漲的8% 138元 講完隔一天 馬上漲上去 昨天下跌 加速幾間 1305加 為什麼1305加 我們一點名 神機神機就大漲8% 很簡單嘛 因為它的位階 就還在15000點 你去想這個邏輯喔 我們買的股票位階 都在台股15000點 甚至1萬點的位置 那2萬點在殺心理關卡的賣壓 關你什麼事 是吧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是買15000點位階的股票 2萬點在殺他的事 我們的股票是在15000點的位階 怎麼會有關係 所以逆勢上漲 所以你理解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 2萬點 它確實是一個心理關卡 它會震盪 但是回歸到操作面怎麼做 我們就是買位階夠低的股票 鴻海也是啊 有沒有 2317的鴻海 我又跟大家說 鴻海在100出頭的股價 因為說它2024預估賺10到11塊 10到11塊 100出頭的股價 本益比只有10到11倍 10到11倍 什麼概念 位階就相當於台股 還在1萬點的位置 3月11號本週一講完 鴻海本週二大漲了8% 誇不誇張 一講鴻海就馬上噴8% 鴻海他已經將近三年 三年沒有單日漲超過8%了 往上拉 昨天也是啊 昨天台股中小新股在殺 鴻海繼續在創高 123點 你說鴻海憑什麼這樣噴 位階夠低嘛 是不是 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位階夠低 位階夠低 位階夠低 他早晚都是要漲的 再來你看 8150的南茂 有沒有 每一檔都這樣 驗證給大家看 8150的南茂 我就跟大家講 面板的報價指紋 面板驅動IC 天玉瑞鼎聯勇 通通都在漲 它會擴散到面板驅動IC 後段的封測 2024預估賺3到4 賺3到4 40多塊的股價本益比只有11倍 11倍什麼概念 相當於台股在1萬 1萬2千點 大概是1萬點這個位置 1萬點的位置 怎麼不會漲 一直到昨天 昨天台股下跌加速 1305加8150南茂 還在創高48.8 這些也都是我們帶會員去買進的標的 我們在節目上有講的 會員的成本一定都更低 部位又再更大 有沒有 公開操作48.8 再來我就跟大家講 南茂你沒有買到沒關係 不用去追南茂 南茂只要周K突破之後就不要去追 可以去買 一樣是同樣位階 同樣是驅動IC封測的奇邦 是吧 都是公開的 奇邦 3月12漲上去 昨天 繼續再往上漲 大漲3%以上 差一點點 就要創前高了 就差這麼一點點就創前高 這個位置告訴大家 也是一路漲上來 昨天下跌加速1305點 幾乎所有股票全局覆沒 關我們什麼事 是不是 股票都在漲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2萬點很高沒有錯 解決方式是什麼 我也不會跟你說 你要有信心一定要去買 沒意義 我幫你想解決方式 解決方式就是 我們來買15000點未接的股票 昨天真的是最好的例子 下跌加速1305加 我們的股票幾乎都在漲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現在的行情 絕對是沒有問題 那你說行情什麼時候要反轉 就注意兩個重點 第一聯準會如果不降息 第二如果AI停止發展 這兩件事同時出現 台股才會到頂 沒有出現以前 我跟你講行情都會繼續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尤其是如果你想買00900裡面的成分股 打電話進來 我直接帶你買 因為除了神機以外 我跟你講還有兩檔 至少還有兩檔 本益比還在13倍以下的個股 位置真的非常低 直接來電或是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在今天有什麼樣低位階的股票 可以去做留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現在期貨是小幅的下跌 小幅震盪 主要說今天的整體盤是 還是會以各股表現為主 我覺得說這個時間點最不需要去探討的 就是兩萬點到底是不是一個高點 你要說兩萬點到底會不會反轉 久攻不破 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個天線 你就問自己兩個問題 你覺得拜登想不想選總統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你覺得AI發展到盡頭了沒 你就問自己這兩個問題 如果這兩個問題 你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話 行情絕對沒有結束 絕對還沒有結束 只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資金就會輪動到位階低的 一定是這樣 台股在兩萬點 市場資金會去買誰 當然是買位階還在一萬五千點的 是吧 所以把握機會 你說在兩萬點想賺又不敢說 想買又怕受傷害 打電話進來 找我就對了 找我準沒錯 因為我帶你買的都是這些股票 位階還在一萬五千點的個股 我們直接看一下今天的個股 哪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來電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尤其是說如果說因為近期 詢問度非常非常高 940的任何問題 怎麼認怎麼買 裡面成分股怎麼樣怎麼樣 都可以直接在裡面詢問 我們直接看一下 現在是小漲4點 就可能平盤附近震盪 整體格局沒有問題 那就是兩萬上下 讓他稍微去做一下消化震盪 心理的賣壓稍微去消化一下 早晚都要上去 我們看你去看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兩萬點你覺得 兩萬點確實高 但是你不要去買這種 奇紅 奇紅 奇紅搶我也知道 我們當時在300塊 就一路這樣操作上來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你說你去買奇紅 這風險一定高 不可能帶你去追奇紅 雙紅這些都是 但是你去看 就像我講的 我們可以去找 位階夠低的 包含像是整個面板 有沒有 群創 但是我跟大家講 面板我不會去買 雖然說他的報價直穩 但是我不會去買面板 群創跟友達經理都是虧損 頂多頂多虧損幅度縮小 要總虧為引難度很高 所以我不會去買面板 群創友達廠商來去看 3592的瑞鼎 有沒有 我們也是一路告訴大家 面板驅動IC 瑞鼎 3034的聯誘 相對都是強勢 4961的天玉 前天創高後 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整體都是強勢 面板驅動IC長完 面板驅動IC的封測 有沒有 一直跟大家講的 815年的藍帽 從這個位置 一路噴上來 中小型股在殺官 你什麼事 昨天跌了1305家股票 我們的股票繼續在創高 48.8 這個位置就公開告訴大家 南帽漲上去之後 就像我講的 因為說 我們只要賺周K 因為說南帽的周K 已經正式突破了 就不要去追南帽了 我們可以去看 一樣是面板驅動IC 封測的 6147的奇邦 有沒有 我們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邏輯 就是說 只要周K突破上去 就不要去追 我們可以朝向同產業裡面 位階相對低的奇邦 這個位置還在橫盤整理 這算是一個 如果說真的要說進場點的話 算是最後進場點 如果說正式突破前高80.1 就不要買了 他的周K就正式突破了 以目前的周K來看 大概就算是說 要突破還不突破這個臨界點 所以你說今天能不能買 勉強算是還可以 但是如果說再一跟上去 這就不要追了 今天勉強還可以 6147奇邦 這就整個面板的供應鏈 那再來我就跟大家講 除了面板供應鏈裡面 除了面板供應鏈 還有一大堆股票位階 都相當低 你去看 4938的合索 有沒有 我們講多久了 4938的合索 昨天創高耶 你說合索憑什麼創高 很久不見的合索憑什麼創高 很久沒聽到合索了吧 我跟你講 我順便跟大家預告一件事 在未來可能幾個月的時間 最強最強的AI轉機股 你知道會是誰 轉機股喔 就是Apple 你相信我 在接下來幾個月 最強位階最低的AI轉機股 會變成Apple 那Apple變成最強的AI轉機股 連帶的整個Apple供應鏈 都會被帶上來 昨天合索漲上去 所以你看 合索憑什麼漲 位階低 昨天合索它在80多塊的位置 本益比也只有10到11倍 它的位階相當於台股 還在1萬點到1萬1千點 怎麼不會漲 創高 那你看合索還能不能買 合索位階其實相當低 這就像是齊邦的概念 差不多 就是說高的橫盤真利 剛剛突破 勉強還可以買 但是如果說再一根上去 就不要追了 這個位置勉強都還可以買 但是因為說它還在區間整理的上緣 還沒有到正式突破 那正式突破一根上去 這裡就不要追 所以合索位階相當低 可以去留意 那再來 還有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整個你看喔 置意 有沒有 我們在上禮拜就告訴大家 5388的中壘 漲上去之後 中壘不用去追 可以去留意3596的置意 昨天也是創小高 因為說整個網通族群位階 其實相對都是比較低 那置意我們一樣這樣來看 以週K格局來看 橫盤真利 這種都是瀕臨 在突破跟不突破的一個臨界點 這種以日線來看 都是一個最後的買點 往上拉 因為我們要賺的是週K 所以在它正式突破以前 突破橫盤整理以前 這裡都會是買點 置意 置意的位階也是相當低 那包含像是 6285的起雞 起雞也是 因為說整個網通族群 除了說中壘以外 置意跟起雞 算是位階最低的兩檔網通 你看起雞的週K也是 有沒有 他們週K其實長得差不多 都滿漂亮的 高檔橫盤整理 即將一根向上突破 這種格局的週K 日線圖都是可以去追 就是週K還沒正式突破 日線的上漲 我們就可以下去做買進 所以這些其實全部都叫做 位階很低的股票 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所以我覺得說 在2萬點上下去做震盪 我們的操作邏輯還是一樣 就是朝向指數在1萬5千點 1萬1千點位階 這樣的股票下去做買進 尤其是一堆股票都被誤殺 像是說台光電 創意四星 這些股票其實它的買點都非常棒 怎麼買 怎麼去低接 打電話進來 我直接帶你買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在這裡 每次天的東西 有更多你的 你為什麼要買 我們可以做 也好 我們是在這裡 那麼多點 我們可以做